球州城内有一条巷子很偏僻 巷子深处有个不大的小院 入了院门有几道简陋的草堂 这就是杜凤厄的白狐斋了 古往化人 些飞禽走兽的不少啊 虎啸山谷 马月平川 鹤蹄河塘 制服草丛等等 但专画狐的人不多 杜凤厄就是专门画狐狸的 为了画狐 这杜凤厄可是没少画心子 经常浮在山野丛林中 草窦屋后 窥探狐的行踪 这个狐狸呀 是狡黠多疑 灵敏殉疾 常于夜间出没 故而他想观狐 也并非一时 又回他去山中 守了半天也没看见一只狐狸 只好兴兴而返 但是他在途中碰到一个猎人 猎人肩上挂着一只狐 这只狐啊 是猎人下那个家 给捕捉到的 所以只伤未死 他就将狐买了下来 这是一只狐狐啊 红色的毛光 幽光发亮 两只小眼睛怯生生的望着他 他爱怜的摸了摸狐的脑袋 回来杜凤厄用眼水细心的 为狐狐擦洗伤口 经他细心喂养 哎 没出几天 这个狐的伤口愈合了 这小家伙 在笼子里是上窜下蹦 于是这个杜凤厄 经常是斗狐玩耍 也画了不少草图 有一次 他做好一幅画后 又出来斗那狐玩 他问 你是公狐啊 还是母狐啊 狐狸说 我是母狐 他又问 传闻狐能画人此话当真 狐说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哦 那你能不能变个美女 狐说 能又怎么样 嘿嘿 你要能变个美女啊 就嫁给我 狐道 你将我放出笼来 其实啊 他一直是在这自言自语呢 狐狸并没有开口 但是他想象着狐狸 就是这么跟他说的 一个人在这想象的 他真的就将门笼打开 红狐没有变成美女 却自溜的消失在夜色之中 哎 我说 哎 他们变成美女的跑了 这怎么 他也没多想 第二天大晚上啊 他睡下之后 被门外一阵 嬉嬉嬉碎碎的声音 吵醒了 他打开门一看 门外站着一大群狐 哎哟 其中一只跑到他跟前 用爪子挠挠他的裤管 用舌头填填他的脚踝 哎 他认出来了 正是他放走的那只红狐 是一大群狐跑到他的院中 打闹嬉戏 追逐翻滚 至半夜才散 次日啊 又是如此 杜丰厄就明白了 这个狐狸啊 是有灵性的 那只被他放走的红狐 为了报恩 领来一群狐让他画呢 从此啊 他画的狐啊 就更加出神入化了 尽管杜丰厄的狐画的再好 他仍然受穷 因为这样的画 无人愿意买呀 狐在民间是不吉利的象征 谁愿意买不吉利的东西 挂在家里呢 杜丰厄 可不管这些 他继续埋头作画 这一天呢 他正在街头卖画呢 走过来一个女子 被这么多栩栩如生的狐画 给吸引了 出高件 买了两幅 因为第一次有人买他的画 而且是个女子 他不禁的呀 朝内女子就多看了两眼 只见的女子是明眸流波 风姿婉媚 只是不展笑颜 似花丑柳苑 女子被杜丰厄瞧得有些害羞 卷画就匆匆离去了 杜丰厄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第二日 那女子又来画台 买走了他两幅画 一连几日是都是如此 时间久了 杜丰厄就觉得有点蹊跷 女子再次来的时候 她就问 小姐是何人家的闺秀 为何买这么多的画呢 这女子是笑而不答 她说你不告诉我 今天我这画就不卖了 女子说 你这人可真好笑 你卖画我出钱 且有不卖之理 这杜丰厄的脏脾气也上来了 说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卖 女子就气呼呼的走了 杜丰厄想想也有些后悔 没想到第二天 那女子竟然找上门来了 杜丰厄惊讶的问 我没告诉你住址 你怎么到我家呢 女子一笑 说出来只怕会吓着你 杜丰厄说有什么好怕的 女子说 实不相瞒 我是一个狐仙 很喜欢你的画 所以常买一两幅 回去赏完 没想到你这人很怪 在街头刨根问底的 叫我怎么回答呢 你超凡脱俗 对胡一片痴情 世间能有几人知 只有我们胡能了解啊 两人谈了好些时候 临走 女子又给杜丰厄好些言良 杜丰厄推辞不接 说什么也不要啊 女子说 我懂些法术 这些钱来的容易 你但可收下无妨 杜丰厄也就接了 此后啊 胡仙是常来白胡斋 小作 还帮杜丰厄 李岸嬷嬷 两人相处的很是融洽呀 一日杜丰厄在街头卖画 听世人议论 今日县衙 要宣展一个青楼女子 原来县令的儿子 到千香阁撒野 被一个青楼女子给杀了 这个厄少 平日里是作恶多端 百姓们都恨透了 多少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呢 没想到一个青楼女子 为民除了害 人们都钦佩这个女子的纲链 同时呢 也恨苍天不公啊 刑场上人头攒动 这个杜丰厄也在人流中观望 当囚车驶向刑场的时候 杜丰厄的心 一下子揪紧了 这 这女子不是狐仙吗 她心机如焚 但一想到她是狐仙 也许会使妖术逃生 杜丰厄的心里 又略略有些宽慰 星星令下 随着一声斩 刽子手是飞刀而下 鲜血四剑 狐仙是身头两立 栽倒在地 人流散后 杜丰厄奔向尸体 摸着冰凉的肢体 也不知狐仙 真身有没有逃走 不禁的是黯然身伤 一个在一旁哭泣的女子 抬起头 问杜丰厄 你 你就是杜菜子吧 杜丰厄说道 正是 我经常 听飞烟姐姐提起你 杜丰厄问道 什么 她叫飞烟 你是她什么人 她是否真是狐仙 女子悲咽道 她哪是什么狐仙呢 她和我一样 都是穷人家的女子 被县令恶子 相逼才落得风尘 飞烟姐很喜欢你的话 羡慕你的才气 得知你日子清苦 就想帮帮你 又不便说出真相 才和你开玩笑 说她是狐仙的 杜丰厄听到这儿 哎呀 是痛杀我也 抱住飞烟的尸体 嚎啕大哭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